我們這組的主題就是從愛貓日誌然後把它給成如何養活100隻貓 然後給我們報告開始 我們的主題就是要讓大家能夠獲取最新的財經資訊 然後做很好的投資這樣就可以養活100隻貓 這次的技術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給我們有個組員參加一個比賽 用到很多Web 2.0的技術 我們就把它用到Web 2.0技術的部分取出來跟我們做的東西結合 做成這次的轉體 然後右下角的地方就是我們首頁的圖 我們利用了Google Calendar跟Flip做結合 在KM的放有這個網站的更新日誌 就是有日期的那裡 Flip就是下面選出10張貓的照片 是動態產生的 每重新整理是首頁 有時候就會產生不同的照片 因為是用貓去搜尋的 所以有可能會跑出跟主題沒有相關的照片 這些照片來源是取自Flip的用戶 只要在照片上點一下 就可以連到該用戶的相關 因為是連Flip所以點一下速度會比較慢 然後這裡就是介紹如何養活100隻貓 還有流浪貓的故事 然後右邊的slide 就是有雪人那裡 會有各種不同種類的貓 你如果把滑鼠放在圖片上面 它就會顯示這個貓字 對 貓的品種 然後旁邊的留言板可以讓你留言 提供我們意見讓我們參考改進 然後這個就是獲取最新世界財經資訊地圖的地方 然後它右邊有個地方可以找到 就是可以選國家 然後你在地圖上點選國家地點的時候 就會跳出右邊那個四川 顯示這個國家的資訊 然後也可以看 你看它最新的財經新聞是什麼 還有它的股票指數 然後你如果不是中文的話 你可以點那個翻譯喔 才會把它分成中文 就是這樣 然後左上的地方有 美洲、歐洲、亞洲 可以讓你依照地區去選擇 這樣就可以加入你的手續 然後就我們現在要開始demo 讓我們的作品 大家聽到這是我們的首頁 那我現在就demo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在Cent加事件的話 那首頁就會出現我們剛剛加事件的資料 還有日期 還有就是我們的下面的圖片啊就是每一次它都會改變 就是下面的圖片是會就是它會隨機改變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剛剛不加的Test 然後它現在就會顯現出 然後就是我們要開始繼續 這個圖片就是剛剛我們昨天有講到就是你圖片按下去啊 它就會到那個 就是大張的圖片 就會到就是放這邊圖片的網址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旁邊就是講流浪貓嘛 然後那個就是小雪兒那邊它會顯現出就是各種貓的品種 然後當你把指標放在圖片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這隻貓的品種是什麼 那個就是我們的小留言板啊 然後那個留言板它因為用Blackbox看不到 又用IE它才能夠看得到可能是IE東西的東西吧 然後就我們可以測試它一下啊 然後它就會自在Pose啊 然後上面就會出現東西 然後就是我們這邊還有做的一頁 因為能不能放下去就直接把它放到留言板上了 然後這個是就是另外一頁 然後它就是有加了一些像 中間我的美味書籤 它是就是用Breaker的API去把就是我一開始加在我 不是Delicious的API 就是一開始加我Delicious的那些書籤頁裡面把它 讀出來的一些頁面 然後就是它等一下去然後也可以把這一頁存到 就是Delicious的書籤頁裡面 然後左上角那個是就是這些都是一些書籤 可以有書籤功能的一些網站 那就是我用它的就是它的裡面 它提供了一些就是code 然後就可以讓你直接就是簽在你的部落格或是網站上面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把你的網址加到書籤頁裡面 然後那是就是那些書籤網站的小工具 然後右邊我看到一個就是小貓來自地球的核數 然後它也是一個叫做Neowork的工具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它的工具 那這兩個小工具就是可以讓你看到就是 到你當前網站的使用著它們的所在國家或是所在城市 那右上角那個地圖就可以顯示就是它 就是所在地球的核數 那現在我們因為連上這個這個網站嘛 那我們就會顯示我們現在當前的位置 那它現在位置在就是台灣台北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等一下去看 那它可以放大 然後它放大到裡面就是之前我設定的圖片 那我之前是上傳就是一張小貓的圖片 這邊等它讀一下然後 就是如果有很多個不同使用者一起連到這個網頁的話 那它就會顯示不同地區的那個東西 不同地區的那個使用者所在的位置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一個叫做Nailwork 然後它的就是那個網站的就是小工具 這兩個都是 好我們先等它一下然後先講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你要如何養鬼百隻貓嗎 那我們就先從世界財經開始看好了 然後這個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個世界財經啊就是我們的主員就是他去參加比賽 所以我們就只Demo就是我們主員做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就是大家有看到就是因為這個一大張地圖很難看嘛 所以我們就有在上面加那個Mark 然後就是當你移過去的時候 對它就會變成就是你想要的圖片的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新聞按上去的時候 然後你按上去的時候它就會出現就是你按的地區的資料 然後還有匯率兌換 然後旁邊會有新聞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我們會翻譯嘛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就是不是中文的來翻譯試試看 對然後它就會翻譯成中文的樣子 然後我們有各州的就是上面有看到 然後大家有看到就是美洲歐洲亞洲 然後就是它就是除了新聞科 然後就是還有它會就是你點一下它旁邊的牛肉 會出現五四個種 然後它是貼在那個Yahoo的YUI上面 然後就是剛才就是它已經跑出來的那個圖片 然後就是剛才就是它已經跑出來的那個圖片 然後你把它發行避到就是那個位置上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形式出來 然後就是就是我們我們所在的位置 那我的我的名字 然後還有我們的Country台灣 然後跟就是這個使用者的圖片 就是我們這個使用者 就是一支形容物 這個DEMO差不多到這邊 就開始介紹了 這邊就是我們剛剛是大概是DEMO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的技術簡介 然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就這樣 這麼可以 是不是可以 我剛才看了 你現在我剛才看了 然後 установ了 我剛才看了 我剛才看到 我們有這個 從頭到尾巴